的部分呢收在了9667点跌破9700点大关 跌点63点跌幅0.66% 而成交量呢在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 也进一步萎缩到了968亿元 从日K线当中可以看到日K连3K了 而在昨天呢也晚一天呢 跟随着台指旗的脚步跌破了5日均线了 并且在昨天呢是一度回测 差一点就碰到10日均线了 不过昨天的表现呢在台指旗的部分 昨天虽然说是先一天的跌破了5日均线 但是昨天相对的是抗跌的表现 下跌了31点收在了9689 那么跌幅大约是大盘的一半 0.32% 价差也因此的油腻转正到正价差21.17点 再看到现货的部分呢 在金融跟电子如何的作收呢 在昨天的金融指数的部分 昨天呢下跌了7.79点 收在了1117.99点 跌幅0.69% 成交量萎缩到51.36亿元 而电子指数呢 在昨天同步收低了2.57点 收到了389.53点 那么成交量也是同步的萎缩到640.22亿元 我们从技术面来做观察呢 无论是加权股价指数 也就是现货的部分呢 或是在期货台指期的部分呢都还没有跌破3月19号的当时呢 突破盘整的向上的跳空缺口 也就是说呢只要说这个缺口能够力手不要完全回补呢 那么支撑相对还是有效甚至有机会再挑战前高 但如果说跌破了这个多方缺口呢 那么反准的卖压就会变大 尤其今天清晨美股大跌的情况之下 台股今天似乎要面临到下探月线的月线保卫战了 而支持盐呢一向被视为是多头明灯的OTC 同样是日K连三黑 昨天更是一口气失守了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 尤其呢在昨天大跌的幅度单日有0.91% 并且是伴随着量增 短线上比大盘更加的弱势哦 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跌幅0.91% 是超过了集中市场的0.66%的下跌幅度 因此接下来中小型股似乎也成为了内资变现的提款机了 而三大法人昨天在整个台股的现货市场如何的进出呢 昨天在大盘三大法人同步卖超 外资连两卖在昨天卖超金额进一步扩大到了33.06亿元 而政商呢自行买卖的部分也扩大到单日卖超了5.22亿元 同时我们看到是连续两天降在卖方 而投信在昨天更是大卖了13.12亿 不但是连八卖了 而且我们看到投信从三月份以来呢 除了3月13号一天有小买超了0.9亿元之外 天天都在卖超 而昨天单日卖超了13.12亿元 更是创下了三月以来的单日最大卖超金额 光是三月份以来呢 累计投信卖超台股的金额已经高达了101亿元了 超过外资累计的83亿元的卖超金额 而距离季底呢 剩下最后四个交易日了 直至到昨天呢 投信在其中市场连八卖 贵买市场也连四卖 使得原先大家期待的作账行情 现在最新已经蒙上了结账的阴影了 投资人仍然需要留意市场筹码释出的时间点跟风险 尤其是在中小型类股当中 我们看到昨天三大法人累计呢 合计这个不包含自营商避险的部分 是卖超台股 而且是扩大到了51.4亿元 在期货的部分 整个法人的筹码又是如何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在外资 净多单是连五降 在昨天进一步的降到了 5887口的进多单水位 这当中呢 最主要来自于多单减少 虽然说是空单并未增加 因此呢 对做多的投资人来说呢 这是第二差的状况了 至少说 这是多单获利了结的状况 而不是反向积极布空的动作 而自营商的部分呢 也经是连续两天呈现了空单增加 多单减少的表现了 因此在昨天进一步位 更是一口气由多翻空 来到了净空单2673口 前十大交易人当中 进一步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 非特定法人呢 将多单1800多口 再进一步增加到了3150口 不过呢 在特定法人的部分呢 却是多单减少了3000多口 这个减少的幅度 超过空单所减少的口数 所以前十大交易人呢 进一步位只减少不到2000口的多单 在选择权的部分 看到在近月的Pur Call Ratio 也就是卖权买权的未平仓比例 代表庄家心态的这个数字呢 昨天大幅下降了有5%之多 由此可以看出 庄家心态在选择权市场当中 是更显保守了 前十大交易人 买进买权减少了2000多口 买进卖权减少600多口 虽然说代表看跌的买卖权减少的比看涨的买卖权来的少 但是至少并没有逆势的增加 所以这只能视为是获利调节的动作 并不是明显的看空 而前十大交易人卖出的部分呢 卖出买权增加2000多口 卖出卖权也同步的减少 代表看不涨的增加 看不跌的又减少 因此呢 前十大交易人在卖方的部分的进出呢 对于进出是比较对于多头相对比较不利的发展的 而外资的部分呢 在卖出买权减少了1000多口 卖出卖权也减少2000口左右 外资买进买权的部分呢 减少1000多口 买进卖权则减少了不多 将说外资在现货进一步的调节 这个卖超金额有扩大 而在期货跟选择权同样 也进行多单的调节 这扩扣 ratio往下 一下子呢 就大跌了5% 但至少还在1以上 所以从筹麻面来做观察呢 也还是老话一句 是获利调节的动作 是在高档将多头的部位 落袋为安 并还没有因此呢 明显的看空 但必须要加以注意的 就是刚刚也已经稍微帮您点到过的贵买指数呢 已经是连续两天量增下跌的走势了 张庭加速呢 我们看到昨天虽然说还是大于跌停 但是涨停加速从这一波 一直维持的平均大约是每天 20加上下的涨停加速到了这两天 掉到了剩下分别是12加跟13加 虽然之前我们要比较的是在前一波呢 中场回档的那两天 就是3月10号跟3月11号这两天呢 也出现过涨停加速急缩在下方这边通常帮你框起来的这往下急缩的一个凹洞喔 不过当时至少成交量是伴随着价跌这量是缩下来的 但是看到前天跟昨天这两个交易日呢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却是伴随着量增 尤其呢昨天跟3月10号跟3月11号来相比之下呢 我们看到下跌的加速又明显的往上来增加了 上涨加速对照下跌加速 我们来看到回顾到3月10号当时的上涨加速238加 下跌的加速470加 而当天涨停了12加 再看到3月11号上涨加速增加到245加 这个下跌的加速稍微有减少到438加 而涨停加速维持在12加 不过看到最近这两天 说这个前天的部分呢 上涨的加速有313加 下跌的加速呢396加 我们看到在这个价跌量增的过程当中 似乎这上涨跟下跌差距并不大喔 但是到了昨天短短的一天呢 我们看到虽然说涨停加速增加到了13加 但是呢看到上涨的加速只剩下了195加 而下跌的加速呢 大幅的增加到了517加 我们用517来处以195呢 这当中的差距是2.65倍 这个倍数也是三月份以来呢 下跌加速处以上涨加速的倍数 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倍数的表现 因此有中小型股在手上的投资人呢 要特别注意到持股的水位了 最后再帮你比较到OTC跟大牌 那也可以看出 原先比较强的OTC 在最近已经是逆转比大牌还要来的弱势了 我们来看到说在3月11号当天呢 贵买指数虽然说有回挡的动作 但是也只跌破了5日均线 但是呢大盘却是早在3月10号就已经是领先跌破了月线了 而贵买当时呢这个3月10号跟3月11号是量缩价跌 但这次却是伴随着量增的表现 大盘呢在这两波当中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都是维持在900多亿 而最后再提醒您 这大盘跟OTC的涨停加速 在这两波当中也都有明显的往下掉 但是下跌跟上涨的加速的一个对比呢 我们看到是在OTC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在昨天拉高到了2.65倍 从OTC比原本大盘来的强势 到这两天已经转为比大盘虚弱了 包括业内主力跟投信在内的内资 是不是要进行落跑了 也是接下来要持续追踪的焦点 最后提醒您在资金面的部分呢 中央银行昨天公布了2月份的金融情况 其中代表股市资金动能的M1B年增率 虽然说是上升到了6.12% 终结了连6降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代表 广义资金供需的M2的年增率呢 也是连续4个月的上升 而且呢这年增率高达了6.51% 还突破了央行的目标区 也因此呢M1B增幅不如M2之下呢 原本大家期待说 在2月份出现货币死亡交叉的状况 能不能逆转呢 没有如预期转回黄金交叉 也为台股接下来整个资金的行情的一个 原本大家预估要上攻万点的乐观期待 再增添了一丝的隐忧了 不过央行光源也表示呢 货币死亡交叉应该是受到了 季节因素的影响就是短暂的现象 在3 4月的M2年增率呢 极渴望的重新降回央行的目标区之内 并且跟M1B再度出现黄金交叉 还要在广告之前 关心到一档重量级的个股 就是鸿海 鸿海呢 在近期呀我们看到跟河硕争代工股王 整个竞争的行情是相当的激烈 不过在近期又再度重新做回了代工股王的宝座 而鸿海呢有别于在整个河硕外资是出现卖超 看到鸿海是连续四天获得了外资买超的加持 而且近四个交易的买超的张数都超过万张 在白蓝圈呢可以说是成功的闲鱼翻升 这鸿海近期也更是利多频传 而且在昨天盘中又传出红下链 将要展齐一年的利多呢 也传出反弯圈 看好鸿海在去年第四季的获利将会再攀新高 极有可能呢 在这个礼拜五公布的去年年报 将会公布说 美股有机会可以上看九元的漂亮的数字 稍微的广告回来要看到这日